大家好,我是艾朱老师 清代一家李渝曾指出 养生之觉,当以睡眠居先 睡能还精,睡能养气 睡能健脾异味,睡能肩骨肠筋 如果晚上睡得好 第二天起床后,你会感觉到神清气爽 浑身有劲,精神也非常愉悦 如果晚上睡不好或者失眠 第二天起床,你会感觉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心情也会煩躁起来 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来 如果长期缺乏睡眠 还会导致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最直接的就是面容憔悴 肌肤暗淡无光 还容易导致头痛、胸闷、免疫力下降 记忆力下降、肥胖 以及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等等 所以从现在开始 大家一定要把睡眠当作养生的首要任务重视起来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套简单的穴位注明操 第一,首先我们来疏通劳工穴 劳工穴为首绝阴、心包经、萤火穴 擅长、清心火、安心尘 让心尘很快的安定下来 我们半握拳 中指所在的位置叫劳工穴 左右手各一个 找到穴位 用拇指垂直地插按下去 以感觉到微微酸胀痛的感觉最好 每次插按三到五分钟 左右手的劳工穴都要做 第二,接着我们来疏通神门穴 神门穴是小孝因心经的圆穴 擅长、清心厨房、补益心气 安定心神、帮助入眠 神门穴在手腕横门处 从小指衍生下来 到手掌根部末蹲下的凹陷处 这里就是神门穴 为双侧穴 左右各有一个 找到穴位 手腕弯曲 用拇指消消用力地按进去 旋转点油 要有微微的宣胀的感觉为好 每次点油三到五分钟 左右手都要做 最后我们来按压 眼角内侧的阿氏穴 一般长期睡眠不好的人 在眼角内侧的凹陷处 都会有明显的不舒服感 甚至是压痛感 这是因为长期的失眠 过多的耗水肝阴 导致肝血不足 不能上行于头颅 停留在此处 我们通过按钮的方法 疏通此处堵塞的筋脉 让肝血上行于头颅 如氧脑门 这样就会很容易 进入梦乡了 我们该怎么按钮 此处的阿氏穴呢 这个阿氏穴的位置 就在我们的内眼角 也就是在这里 我们洗干净双手 用双手的食指的指腹 沿着鼻梁的两侧 慢慢的往上推 推至眼角内侧的凹陷处 然后稍稍用力的往上顶 利用手指关节的力量 点油该处的穴位 刚开始点油的时候 很多人会感觉到 有明显的压痛感 这是正常的 坚持点油就行 等过了一会儿 油开了 油通了 就不会那么通了 每次点油的时间 三到五分钟就行 严重失眠的朋友 也可以多点油几分钟 以上三个税位 最好在零税前按油 这样才能更好的 帮助你入睡 好 本次关于调理睡眠的方法 就到这里 请大家记住 睡眠是人体 第一不要 睡得好 身体才会真的好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